第八组 主考队长韩庚 有请阿伟 李延 大家呢 要仔细地去感受 他们的舞台的感染力 好 我觉得这次还是挺突破的 因为毕竟是自己的队友 来去激进PK 从中选出一个 我觉得这个队队长来说 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我们人数最少 剩下两个人 所以我加入了非洲的港鸿 然后又加入了中国元素二胡 我觉得这个在舞台呈现 应该是头一次 对 我觉得还挺特别 因为你们要知道 就是说每一个人在台上 他都有一个重那个 一个重要性 但二胡老师呢 进来以后呢 你也不能说 给他独立的去只是拉二胡 你们怎么要去跟他融合 他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 我希望五个人在舞台上 呈现的是一个整体 所以有更多的让 跟二胡老师啊 跟那个打击乐的两位老师 有一个合作 一个默契在舞台上 我会觉得对这个作品 会锦上添花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品 真的是 绝对是低 对 对 对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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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太棒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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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作品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请投票 抬颁你们这个作品的 创作理念 其实这一次我们的灵感 就是想把舞蹈最原始的东西 然后结合街舞 呈现在这个舞台上 对 因为我们俩始终认为 哪怕只有一种节奏 跳街舞的人 一旦听到 他们都会表现 这就是我们想要说的街舞精神 四位队长 对刚才的作品如何评价 加上了中国风的元素特别好 我觉得它是一个艺术品 简单段的时候 光看的时候 因为感觉只有鼓 就只有那个鼓点 只有那个鼓点 我当时会觉得 是不是有点单调 有点单一 然后后面 那个小姐姐拉着二虎 出来 然后我会觉得 好像有个主弦滤下来了 然后我那块觉得 哇 让我惊讶到 刚刚这场秀呢 很像我买了文票 然后坐在台下 看你一段表演 然后团结就是力量 这个力量是钢 这个力量是铁 虽然只剩两个人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 你们刚刚力量非常庞大 还有你们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 当你们表演完了之后 你们还带领着观众打牌 非常棒 我觉得真的是挺意外的 尤其这个作品 你们的那种情绪会感染到 我是真的挺激动的 我看我GP哥我都气了 我都想跟你上去 跟你们一块去跳 我们FK CAM 八个小伙伴的精神 依然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是十个人是站在这个舞台上 就像 他们的精神里面有 铃狗上升 马中杰附体 对所以 他们的精神跟我们在一块 虽然这个队呢 只剩你们两个人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说 不能代表说我们队友多弱 我也说过一句话 我们队只有一个人 我相信这个人肯定是冠军 按照本轮的赛制 只能在两位当中选取一人 晋级十二枪 OK 来 给点意见 李妍从一开始海选到现在 他每一次的心情都漂浮不定 我应该这么说 你可能比较缺乏自信的一个人 我会特别的想要去关心他 希望你多给他 这个舞台让他多去展现他自己 给他一份真正的自信 来 千玺 要是我的话 我是选不出来的 对 我其实两个都不想淘汰 如果是我了 但是 我有一种感觉 可能今天 他们两个人可能谁都不会淘汰 而且我觉得应该 不是说其他的不好 是因为这只太好了 我不管是任何一个人留下来 一个人被淘汰 我相信FKM永远在这个舞台上 我相信是最强的 所以我的决定 晋级的是 李妍 上期的那句话一直在我心里 即使FKM还剩一个人 我们也不会在舞蹈的路上停止 我们要继续前行 李妍加油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作品 或者这一次这一轮的比赛 他们没有想过说 他们想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理念 我们的一些想法 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出来 我是来自东北大连的阿伟 今天表现比 排选的时候更 更棒 好